這是總統你的肚子上嗎 美國讓我們有關綠卡解釋李慶安的 那個公文還在外交部 密箭不能讓全國的百姓看 像秦日欣說外交部還在暗號 這是你青年嗎 昨天什麼東西成立 連贈署 不敢貪 不願貪 不能貪 還有什麼 不想貪 不必貪 夭壽背到 連口我看怎麼會吊 這個 那時候我們再三催 台灣要好 陽光法案裡面有一個叫做 財產來源不明罪 聽大家看 這是2009年4月4號聯合報 財產來源不明罪立法院三讀通過 當時通過 2009年4月3號 4月4號聯合報就是4月3號發生 2年3個月 2年3個月 2年3個月半個月 對 到現在辦什麼 沒有 沒有 怎麼有人會去辦 到現在沒有辦一家 趨勵士 為什麼沒有辦一家 他不是青年 我跟你說 陽光法案大家來想一下 當時我們要學 香港的那一個就是說財產來源 真正的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時候 是哪一個政黨在擋 國民黨在黨 黨黨黨到馬英九 他開始就臨2千公佩 你做總統之後 他說陽光法案沒有嫁 結果嫁到這個是什麼 他必須要涉及貪毒案件以後 才可以去查他的財產 要他說明 他就會倒頭生 因為你如果沒有台無錢 怎麼可以說無罪推定 怎麼可以說所有公務員 你認為他的財產增加 是因為犯貪污罪 所以完了不必來說明 所以這就是假 馬英九用這個假的統計之後 他向人民騙票 然後又要向公務員講說 放心 像奢侈稅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們有那個大官 跟建築界的人怎麼說你知道 說你看 我就跟你們講 奢侈稅你們有扣到嗎 有扣到嗎 你們還不是一直在長 所以你都讓我們騙一騙嘛 選舉到了嘛 真的假 真的啦 有大官這樣說 跟那個建築商 有一個建築商跟他講 說人家跟我們說 你看... 你們當時候在煩惱 還罵我們 我們不會虧待你們嘛 設施算沒有問題嘛 所以一樣 他也是跟那個公務員說 放心啦 我們這個財產來源不明 所以算假的啦 算假的啦 所以剛剛秦日欣 再給我補充一下 秦日欣其實他去韓國 馬上回來 外交部還有一點 他要欺騙立法院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 不管藍綠都要叫他來備詢嘛 因為我在立法院 我以前都在外交委員 我也做給他外交委員 趙吉林嘛 只要你駐外單位代表回來 一定要來跟趙吉林講一下 以後要來做一個鑽浪報告 然後要說明以後 來接受立法院的質詢嘛 這不是說反國素質 還要包括像立法院監督單位素質嘛 他就是在回避立法院的質詢 所以他要騙說 他人出去了 其實人在國來 就要讓你不知道 立法院就不會叫他來 再來 剛才我們在效勳的時候 起碼說得很好 他說他請公價 三個禮拜請公價 請公價是因公才能有價才叫公價 請問你是因什麼公 講來聽一下 在你們家坐在那裡的效勳 還不用快 外交部上班 這樣叫英公 所以我最後要說處理說 馬英九的陽光法案 假 油管外交在辦也假 尤其記住 外交是總統的職權 總統的這罐 外交辦得變成這樣 現在陽光法案不成這樣 想一想 當時把他擋掉的是誰 就是國民黨 那時候就是馬英九在當 國民黨的主席 你很記住 你還記得嗎 前一陣子 雞人海關有發生貪污嗎 貪污 對 說台灣治安史上海關最大的貪污案 對 現在連關稅總局長就是這樣 對 我記得有一個做酒財 還是做什麼的 出來告 私財公會 私財公會 還有陶瓷公會 陶瓷公會 陶瓷公會 對 他說 他們差不多30億有了 對 只有那個公會 只有30億 我問大家 如果財產來源不明罪 盡量發揮作用 那30億有努力嗎 沒有 沒有收財產 30億 我們說實在 所以說 有15人拿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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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要說少人 我們說30億拿錢 一人拿錢 一人拿錢 不然不要說這樣 60億 給我們5000萬 5000萬差也對嗎 很好差 財產老人不明罪 差在哪裡 結果那時候通過的時候 你知道嗎 聯合報 聯合報下來 總統武發言人 那個人家王玉琪 說轉述 馬英九總統認為 這是澄清立志的重大成就 要是嗎 說得多好聽 這樣騙不至少 還有200萬票 來 聯合報 所以 剛才徐律師說 都是假的 要說清楚 都是假的 不是都是假的 因為觀眾朋友會聽不懂 聽到英文就不好了 所以 這個 香港有財產來源不明罪 馬英九要創一個 山寨版財產來源不明罪 我相信那個法律全文 近應該 如果做民調 全國大概不到百分之一的人 背得起來 恐怕連檢察官自己都背不起來 因為沒有起訴過嘛 香港有一個ICAC 叫做連政公署 我們也要用一個山寨版的連政署 馬英九總統說 這樣騙得過 中文都一樣 他們叫連政公署 我們叫連政署 所以 台多數人認為說 這跟香港一樣 很好玩 其實差很多 我跟大家簡單比較 香港的連政公署 直屬港都 一級單位 我們的連政署 是三級單位 總統 行政院 法務部 底下才有一個連政署 香港的連政公署 是 全新的人 有法律 他有財產來源不明罪嘛 所以他可以辦財務 我們的連政署 同一個人 只是從政風 從調查 從檢察官 從警察 調一個人 來 反而同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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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同一個制度 只不過是 換一間房子去辦公 這樣你相信 財務就抓到 搞不好 這再有人在咬民進黨 對 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我說 他說這個 觀眾朋友 你千萬不要給他 不要給他 你這個東西 都是搞三在板的 香港連政公署 第一個 縮寫 有人說叫做 獨立的 獨立的 有人認為他應該叫做 正直 很正直的 就是說我不尋師 有我的班 那請問 台灣的連政署 是什麼東西 你這一批人 正峰調查 以前沒有在抓貪汙嗎 有啊 抓了幾十年了 那還是一樣貪汙啊 這部的人說 你換一間辦公室 你們去找 開比較強的 就抓到貪汙 我才不相信 來 請問 所以大家在這裡批評那麼多 其實看到國民黨的我們來 你們都是不長進的 我們去檢基特徵組 大家記得嗎 對 說什麼山中岸 馬英九 還是郝隆斌這些 一些花博店 國發院 大家都不記得 今天國民黨的 法院就出來說了 說民進黨 每次選舉 都在說東山的事情 你們不長進 所以我們在這裡說 國民黨是在說 我們這裡不長進 沒有 叫他快辦辦的就好了 特徵組絕對不會辦的 他有可能辦的 從這幾年下來 你看特徵組辦的案 是辦律不辦藍 講白的是這樣 辦小不辦大 對不對 那連政署 你從他的人事 你從他的組織 你從他整個過去 組成的這些分子 很多都是政風人員組成 這才有辦的 要大案 我在地方政府我做過的 我知道 政風人員 因為大家 董事每天 大家在做會 大家在拔怎麼 你說真的要叫他去檢舉 或者是叫他去辦案 坦白講真的有困難 你如果說叫高雄去辦台南 台南去辦高雄犯罪 這個又辦得出來 所以我覺得 你用這個連政署 真的是蠻人耳目 就跟財產難民部罪一樣 改革 因為馬英九有形象出來 又改革 兩三年就用財產難民部罪 你也改革 兩三年就用一個連政署 所以你看 不能貪 不敢貪 什麼怎麼貪 有的沒有的 我告訴你 你看我的馬政府是青年的 你們民進黨不要再不長進 不要選舉到 你們又在講黨產的事情 不要選舉到 你們又在批評特徵組 陳偉你知道嗎 三合一 選舉 你會記得 有的